半时间公司黑漆漆一片 连载了35年的巧莲志愿刊 就要告别台湾孩子的童年 虽然巧虎的各种摆饰 书刊和教具都还在 但却传出有大批的员工 即将要离开这 日前才宣布即将转型停刊的 巧莲志愿刊 他们在台北市的总公司 就在管前路的这种大楼里面 不过台北市劳动局也证实了 他们即将解雇近200名的员工 北市劳动局表示 巧莲志愿工共有超过200多人 公司在1月29申报大量解雇计划书 一共要资遣192人 等于占比9成的员工都要走路 分成4批资遣 其中3月31人数最多 再来是8月9月和10月31 一规定大约通报是要60天前通报 所以我们这样检视的情形 他目前还符合规定 劳动局表示公司和员工 资遣方案已经达成共识 后续也会请相关单位 辅导员工就业服务 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收到任何劳资争议的呈情案 公司可能就是对于资本的书刊的部分 他们是全面要终止营业 所以他们才会解雇 有这样子的大量解雇的情形 巧莲志公司表示 对此不做任何违应 虽然巧莲志愿刊停刊 但巧虎的各式商品 像是卡通或YouTube频道 仍会持续营运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